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台幣的交叉汇率 价位降回到35点多 甚至一度看见35.1 创近年新低 区别人就比较大 主要是第四季 QEE延续的机率是有提高的 然后呢 美元持续转强 欧元大概就是突破了 整个州线的底部之后 可能接下来的反压 只要冲不过一欧元 对1.121美元的价位 那偏弱的机会都相当大 看准欧元短线弱势 旅行业者也强打欧洲团 像是可乐旅游就推 荷兰比利时七天行程 四万有涨 东南旅游也推出 捷克游早鸟案 首试旅游则是推出 法国罗浮宫 左岸亲旅行 通通四万不到 假设是以8月出发 那现在是5月底 那可能例如说 5月底先换三成 然后6月底 7月底 各换剩下的三成 那在出国前 一次把它领出来 就可以既避免汇率风险 又可以简单审视 小暑假好好出游的民众 千万要留意最近的汇家波动 抓准甜蜜换汇点 替自己省点荷包 三菱新闻谷告诉六亚文 台北报道 äl